在上一期《行业众生巷》里 我探访了两位不同资历的网文作家 带大家了解了他们的生活状态 以及网文作者天梯图 而本期我们将走进另一个特别的职业 和网文作家不同 这个职业会经常活跃在镜头前 他们就是Coser 为什么《行业众生巷》第二期要做Coser呢 因为这个职业看似离我们很近 但普通人却又很难有机会去真的了解它 一方面只要上网就能看到海量的Cosplay图 那同时呢很少有人关心 或者说能知道一次Cosplay是怎么拍的 Coser们的真实工作和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他们玩Cosplay能不能赚到钱等等 会发现我们对很多Coser背后的真实现状都不甚了解 甚至围绕这个职业还有很多课本一枪 所以我这次找来了两位Coser 他们分别代表了Cosplay的两种状态 业余爱好和全职商业Coser 那让我们先从他们一次实际的Cosplay开始 看看他们是如何出Cos的 OK 现在我们已经接到了 我们今天要拍Coser甲鱼老师来打招呼 Hello 这里甲鱼 你今天打算出一个什么角色呢 今天出名是方舟的琳兰 就是和左小汉联动的那套衣服 OK 大家好 我是何彦华 我今天Cos的是新春铁道的琳兰 她是一个黑客少女 OK 那么开始前还是要说明一下 毕竟一位是业余Coser 一位是全职Coser 水平上肯定是有区别的 所以希望各位友善发言 那他们两位一位选择了在室内棚拍 这是位于北京昌平区的一个Cos棚 这里有一个偏向森林的场景 比较符合它原画上的环境 这个棚一个小时的租金是200块 而何彦华选择的是夜景的外拍 那实话说外拍的难度确实要高不少 虽然没有场地费 但是要克服的问题和要考虑的因素更多 然后装造这边 他们两位都是先化好了装 但甲鱼并没有穿上角色的衣服 而是装在箱子里到了现场之后换的 整个换装过程不算长 我踢感感觉大概15分钟左右 而何彦华这边已经是穿好了衣服 到现场只是简单的补一下装 但值得一提的是他说他这套装造 在白天整整做了7个小时 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 到刚才7点钟我们差不多弄完 就是化妆头发还有穿衣服 所有的东西 人员构成上甲鱼这边比较的标准 就是一个摄影师还有一位后勤 那摄影师自带了所有的器材 主要有一台索尼的微单 用的是驶马35的头 然后配了两个长亮的LED管灯 一左一右打亮人脸 以及一个闪光灯打轮廓 那何彦华这边的配置叫更复杂一点 一共有5个人 除了他自己和摄影师 还有灯光后勤和化妆室 那设备上用的是一台A7S3 然后配了稳定器 镜头用的是35GM和50GM 然后灯光呢除了两个RGB磅灯 和一个60瓦主灯以及相关的灯架 还有一个可变色温的手电筒 这个手电筒我也特别问了一下 是用于来打发丝光和局部的轮廓光 从拍摄形式上 甲鱼这边主要是拍照 而何彦华这边是拍的竖屏的视频 OK现在他们就在开始拍了 其实比我想的快很多 我以为会有很多那种准备或者热场 但其实就是直接就开始了 一张一张的拍效率很高啊 甲鱼这边的拍摄大概花了两个小时 整个拍摄也比较顺利 我们一点多到三点多就撤退了 那当时我以为原来拍COSE看来也没那么复杂嘛 然而何彦华这边则完全不同 他这边的拍摄其实也不复杂 就是一个几十秒的小视频 但是各位可以猜猜他们从晚上七点拍到了几点 答案是凌晨四点直接拍了九个小时 他对于成片的要求近乎于苛刻 每一条拍完都要立刻在相机里看效果 然后进行调整 其中有一个镜头整整拍了一百遍 花了三个小时 一直拍到了陆家嘴灭灯 说实话这个用心程度有点超出我的认知了 而且他不只是摆POSE 还会调度场面上的各种灯光 我这次找的一个负责记录的跟拍老哥 在旁边看的都是心服口服 他这期视频之后就会投稿 各位也可以期待一下 因为他们拍的都是视频 相机在稳定器上不方便拿下来 我就让他也用手机拍了几张 各位可以看看这个COSE的效果 你是否满意呢 我是甲鱼 然后我现在是学生 但是今年马上就要毕业了 我从大学开始比较深入地去接触COSE 然后去拍片子 大家好 我是何也华 是一名COSE PLAY 视频UP主 从高中的时候就有在玩了 可能有十年 反正很久了 从爱好到现在一直都在玩 那你最开始入坑的契机是什么呢 就是从小喜欢看动画片 看动漫 后来就开始尝试COSE PLAY 最最开始是初中的时候 第一次去漫展 然后看到有很漂亮的COSE 然后自己去学着弄 然后后来是有已经拍过片子的学姐 带着我 然后才会深入地去了解的这一方面 你一般来说 TrueCOSE的频率是多少呢 如果是拍片子的频率的话 可能半年一次 我都没怎么算 但是上个月五月份是比较忙的 我数了一下 拍了有十套COSE PLAY 就平均三天一套 所以一般你的比较标准的一天的作息时间 会是怎样的 没有标准的作息时间 都是如果拍完了 凌晨拍完回家的话 先睡觉 然后睡够了 然后再就起来做视频 OK 没有跟他做些时间 一般来说 你 TrueCOSE平均成本是多少 一般大概在一千五两千的样子 这套的成本的话 这套确实没啥成本 就是衣服假发都不是我的 这次拍摄也是采取的那个室外拍摄 没有那种室内摄影棚的费用 一两千 可能就一两千 但是你们昨天这个拍摄强度真的有点大 就是你可能没有把人力成本算进去 就是昨天的那几个人都是 等于说是算是你的朋友 还是说算是你的工作室成员这样 还没有成立工作室 但是我是我经常拍摄都会一起拍的几个朋友 商业COSE或者全职COSE 个人有考虑过往这个方向发展吗 说实话完全没有考虑过 一个是其实我现在还是比较喜欢自己学的专业的 一个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个人形象 其实不是特别满意的 我不觉得自己能在这个方面继续去发展下去 进行一个商业化的发展的话 我需要去面对可能不同的人的脸光 我需要去更多的去在意别人 这个对我来说 我觉得会把一个本来很开心的爱好变成负担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没有必要的事情 对我来说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作为一个全职COSE呢 因为大学的时候在上海 上海的漫展特别多 我就经常去玩 偶尔也会接一点那种小单子 展台里面当一天的COSE 提供给游客拍照 互动这些 一个兼职的状态 那大学毕业以后就继续做下去了 然后就是全职的一个工作状态 那你个人有没有通过COSE PLAY有挣到过钱 会有朋友拉着 比如说漫展的一些摊位的看板娘 可能会找上 然后还有一些小型的活动 可能会需要一两个COSE 那一般这种活动一次能给多少钱呢 感觉就一百五左右吧 那种一天非常少 综合来看 你觉得这是一个怎样的职业呢 比如说它的收入水平 它的社会地位 它的一些自我认同等等 COSE相对于其他的那种模特行业来说 感觉没有模特行业的那些模特赚钱 其实还是以一个爱好 驱动者从事这个行业 也谈不了什么社会地位吧 我觉得就是一群喜欢二次元的那种年轻人 才会做的事情 平时拍摄肯定都是用相机 那你会在COSE好了之后 用手机拍一些照片吗 嗯会 都会自拍 每次都会自拍 拍摄前我可能会试装 然后试装的时候 我会拍一些自拍 然后可能会麻烦后勤 帮我拍一些速报类的东西 嗯第一档的话 他会刚刚接触 然后只会买买衣服和假发 然后就是在家穿穿自己自娱自乐 然后第二档的话 可能他会去一些漫展这样的场合 可能会在别人的帮助下 做一些辅导画 让他不会出一些成途 第三档的话 他会去约摄影 他可以出一些比较完整的成片 他可以变成一个完整的作品 再往上可能就是 融入更多自己的元素 融入更多自己的理解 完善他的服装道具这样的规划 然后形成一些比较有故事 故事感的成片 你觉得你现在在第几档 我大概在第三档 到第四档的样子吧 我觉得我还没有进入到 一个能形成一个故事感的 成体系的片子的状态 那到第四档的阶段 他能cover他的成本了吗 你觉得 我觉得不能 更有经验就是已经开始 在那个社交平台上发自己的作品 会得到那个大家的喜欢 有自己的账号 有一点小粉丝 那这个类型开始 是不是就可以赚到钱了呢 我觉得可以赚到钱 还有一类的话 他需要自己 Courser他自己有很强的社交能力 他有一些丰富的经验呀 然后有一些固定的合作的品牌方 他这方面线下的活动 他很厉害 然后收入也比较稳定 如果再要往上的话 我觉得就是要从线上的 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力了 十几万 几十万的粉丝 已经很厉害了 就是已经有一个个人的那种 一个平台的一个 自己的一个属性在 更利于品牌方看到你 可以是那个官方的Courser 可以是漫展的嘉宾 都是不同的身份 其实从这个层级开始 他已经重点从拍照 变成拍视频了 对 短视频开始 就是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拍视频了 现在我觉得主流 已经就是拍视频了 如果我们再往上的话 是不是就是 你的位置 这是可以说的 你头部啊头部 主要是 你怎么说你 更厉害的Courser 其实它维度 它发展的方向 也很多 它都不一样 有的人 它是粉丝量 特别特别多 有的人 它是人脉资源 它非常有经验 它非常有能力 会赚钱这方面 还有的是 参加过一些比赛 拿过一些专业的 国际类型的一些奖项 经验比较丰富 大家都觉得 它是前辈 可以看到相比上一期的 网文作者 其实Courser的 职业化程度会更低 一个Courser 如果做到足够的高度 那么它收入的来源 大概率不是Courser本身 而是可能依托成为自媒体 或者展开其他业务 所以想只靠Courser 赚大钱是不太可能的 对于一些 他可能本人 他也不是真的热爱Courser 但是他为了出Coursplay 他拿流量 或者说他故意 就是穿得很少 这个行业 其实会有很多人 有一些刻板印象 或者说误解 对于这种人 你会怎么看呢 这种的话 它又是另外一种Courser了 可能没有看过 这个动画片 可能没有玩过这个游戏 可能不了解这个角色 但是这只是他赚钱的 一种方式 我觉得也可以理解 但是 但是就是做好自己的就行了 不用去管别人 我觉得这种现象诞生 首先它是有它的受众在的 不仅仅是Courser想做 他就做了 一定是他的受众想看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 但是我也没有办法 就是对这种现象加以去阻止 或者能做点什么 圈子一大的话 就会什么人都会有 然后不要因为一些 小部分群体的一些 不太好的行为 而否认他整个圈子 还是有很多人 是那种真心去热爱这个角色 真心去为了 想去出这个角色 而去努力的 那我这边还有一个问题 是来自我们这期视频的 另一位Courser 他是个业余Courser 然后他想问你的 就是说他在想说 那如果我30多40多了以后 我这个职业到底能做多久 其实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自己的想法是 我想做多久就做多久 那么就是你有什么话 想要对想要进入来 入坑Courser的人说的 可以先尝试 反正大家一开始 都是以爱好为主 其实我觉得进Courser的门槛很低 现在漫展那么多 真的就是可以大胆尝试一下 很简单 就是也很自己开心就好 自己喜欢就行 没错 我觉得做任何一件事 让自己开心 其实是一个最高的目标 或许大部分Courser 就像甲鱼一样 只能做一个业余爱好 但这次短短的拍摄里 我看到了很多次 他在Courser的过程中 聊到Courser的时候 那种发自内心的快乐 那种更加贴近角色的满足感 可以说对绝大多数人 Courser就不是一个 建立在金钱上的行为 他靠的就是纯粹的热爱 或许正因如此 这么多年来 这个行业虽然常常被人批评 被误解 被标签化 但是依然保持着蓬勃的生命力 OK 简单做个总结 那这期视频可以说是大开眼界 万万没有想到全职Courser 可以卷到这个程度 除此外 我觉得Courser和其他传统职业 最大的区别就是 他没有明确的准入门槛和晋升机制 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开始一次Courser 但是只有极少数人能通过Courser 挣到钱 所以实话实说 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目标 因为它的成功率和面对的挑战太多了 所以要感谢所有保持着初心的Courser们 让我们得以看到我们喜欢的角色走入现实 希望大家都能拍出自己满意的作品 同时还要感谢这次的两位Courser 以及所有的摄影师 灯光后勤化妆师等成员 好了以上就是本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